好啦 這個 上節課我們上那個 物件識別嘛 對不對 你們覺得自己做得出物件識別模型嗎 好 沒關係 還行是不是 你們就程式碼操一下啦 看能不能練習一下 這樣子啦 那那個 今天的重點齁 就是 我們下半學期總共分三個part 第一個重點就是物件識別模型 第二個重點就是文字 文字的模型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教文字的模型 還有第三個模型是深層模型這樣子 好 那文字的模型 我們就來做一下這樣子啦 那我們就用並力分類來做那個範例這樣子 好 那這個 文字模型就是 最 困難的方式啦 就是影像它有固定的這個 輸入 大小嘛 對不對 好 舉例來說一個圖像好了 這圖像 呃 就算它原來的大小不一致 我也可以把它resize成句 來說24x24 那這樣子 這樣子那個 model就可以吃了嘛 對不對 可是文字有什麼 討厭的地方 就是我們 講的每一句話長度都不一樣啊 對不對 講的每一句話長度都不一樣 那長度不一樣你可以 可以 放進 可以給人工智慧分析嗎 你們覺得咧 好像不行喔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人工智慧是一個數學模型嘛 對不對 是一個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 沒有數學函數 我們從來好像從來沒有學過 數學函數 這個 input size可以不一樣啦 對不對 顯然就不太能被寫成數學式嘛 對不對 對吧 所以說 圖像 語言 在我們開始分析之前 我們要學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想要把它變成固定長度 把它想要變成固定長度 這樣可以 固定長度要怎麼變啊 你覺得要怎麼變 填空 就是覺得說講五個字 我講五個字 你就把它填成十個字 然後剩下都空字圓 這樣是不是 類似這樣 這大概是唯一的方法 好不好 不然的話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做 好 不過 在那個 在做填空之前 我們 那我們再問你一件事情 那請問一下你要怎麼表達 就 我現在講了一句話 對不對 我現在講了一句話 總共八個字 對不對 好 我們先不要討論 我們的固定一句話的字數 固定長度是40 那請問我這個字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又把它表示成電腦的 這個資料 我要怎麼encode encode的意思就是我要怎麼編碼 我這個字 你會發現很難啊 它是一個類別對不對 這有點像類別變相 文字有點像類別變相嘛 對不對 可是中文字有幾個啊 中文字有很多個啊 中文字有很多個啊 那中文字有很多個 那 到底有多少個 絕對超過一萬吧 對不對 所以 一萬個類別 一萬個類別的類別變相 我們要用多少數字去描述它 是不是就一萬個零跟一 只有一個是一 剩下都零對不對 所以 很不合理啊 對不對 這樣呢 我為了描述八個字 我居然要用一個 一萬乘八的矩陣 而且這還只是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 這是中文字 那英文字呢 英文字的結構 我們用字母應該是沒有意義的吧 這樣子 我們應該 那個英文字的那個 結構應該是一個單字 為一個 就是 為一個單位嘛 對不對 那一個單字 英文有幾個單字啊 至少高中我們就背過八千個人嘛 絕對遠遠不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代價實在太大了 所有語言 語言它難處理就難處理在這啦 就是 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 英文我們隨便講個 智慧量好了 假設說一百萬 假設有一百萬的智慧量好了 好不好 那一百萬 你如果講一句話 然後一百個字 就是講一段話一百個字 就一百萬乘一百 這個 所需要消耗的運算 資源遠遠的超過這個 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圖像 的資源嘛 對不對 所以語言它難處理 好所以說 最 最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發現 這個 就是 語言的一由一字的這個 就是字的種類太多了 我們其實很難做 像你剛剛想那樣子的分析 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 向量就描述第一個字 第二個向量就描述第二個字 然後把它拼成一個矩陣這樣子 所以 為了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最開始用的是磁帶模型 這個磁帶模型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 呃 反正我這個Document 總共就長有這些字 那我也不管他的排列組合什麼了 反正我就 第一個Document 有出現哪些字 第二個Document 有出現哪些字 至於他的 這樣是不是會把排列組合 這些就是 是不是會把排列給弄掉 這樣懂嗎 不過 這個這樣子的做法有什麼好處 至少關鍵字有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對於一些稍微簡單一點的證物 其實這個 這個方法是還可以的 所以說 這個 這個方法大概 大概20 2030年前就有了 這個是很容易想到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其實在 垃圾郵件分類 那個 我們應該都覺得Google啊 他的Gmail的那個垃圾郵件分類 做得還不錯吧 對不對 那這個方法基本上就 就是拿來做垃圾郵件分類 好那我們 那所以說 嗯 這種 向量 就是這種向量化方式 就跟類別變相 的處理蠻像的嘛 對不對 就是有沒有出現什麼 有沒有出現什麼 所以今天假設有一段文章 他寫了一大堆字 那假設我的字庫有一萬 那我每一篇 文章都可以把它壓成 長度為一萬的向量 然後第一個 第一個 向量裡面的第一個數值 可能就描述有沒有 某個字 第二個數字就描述有沒有某個字 有沒有某個字 這樣子變一萬 長度為一萬的向量 這樣可以齁 這樣大概聽得懂 聽得懂要怎麼編碼他吧 對不對 這個應該蠻簡單的嘛 很直覺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做個實驗啦 好不好 就是 這邊有一個data 我們把它 我們把它漏的進來 好我們這列生 好這個 這個裡面有個叫 Distarge Note 這個長度有多少 我看一下 總共有4000多個 這是一個小的 就是小的資料集這樣子 好這4000 4000多筆 Data裡面 有一些是癌症病例 有一些不是癌症病例 那他的label是 是這個 Cancer Code 1的就是癌症病例 0的就是 不是癌症病例 主要說像 第1篇是癌症病例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方法 來看一下第1篇是什麼 好第1篇 我來找一下 他癌症在哪裡 全部都沒有 哇靠有這麼難看嗎 喔這裡啊 Casinoma 所以他有這個 有這個癌症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 像第1篇就有 那剛剛第2篇 第2篇就沒有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2篇 第2篇啊 沒有沒有沒有的話 好像也沒什麼好看了 因為這樣太長了 所以我們就不把它看完了 好 所以說 這個 Distarge Note 這個Distarge Note 就是這個 就是一篇病例 這樣子 這樣可以 啊這個 那個Cancer Code 就是這個 編碼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要試著用Distarge Note 然後來對這個 Cancer Code做預測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 剛剛已經說我們要把 字變成向量嘛對不對 那怎麼變成向量 首先 英文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 空白啊 豆點啊 把字把它分開 分開完之後 首先我先知道總共有幾個字嘛 對不對 那接著我就 接著我只要看說有沒有出現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說來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個 現在這邊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函數啦 這個函數喔 就是拿來做這個文字 處理的 這個函數就是拿來做文字處理的 好可是喔 可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呃 這個這個 這邊我就不做了 好不好 這個這個 自己可以試試看 就是 這個函數是我寫來做文字處理的 也就是 還是我還是示範一次好了啦 算了我還是示範一次 等一下 我示範一次 然後這邊再升 好 我 做完以後你看 我覺得說我第10個 Discharge Note 本來是 本來講這樣嘛 對不對 他本來講這樣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我把他 做文字處理 我把他做拼寫校正 加上 好他現在跑 跑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esult 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裡面是不是就有這個new text就是把他分開了 EI然後中間有一些空格 然後 other 這個specific Displaced Disorder 這樣可以齁 他是不是把他分開了 所以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我前處理完的東西嘛 對不對 好下面這些 你們先不用管啦 這是original text 然後這個是 講說這個字是對應到第幾個字元到第幾個字元之間 這樣子 好所以 所以下面不用管 但是重點 重點是中間這個 重點是中間這個 好 重點是中間這個 但是因為我們那個 你把這個load進來以後啊 你把這個load進來以後有一個叫proceed proceed proceed note 這裡面本來就有 這裡面本來就有這個 本來就有這個 這個就是 每一篇的這個處理完之後的這個就是 這個new text這裡 這樣可以齁 好就是 就是proceed note 是我已經把四千篇處理完了 所以你直接load進來之後裡面就有了 好再清空一次 load 好這裡面就有了 proceed note proceed note 這裡可以 proceed note 好所以說我們就直接用這個來做啦 好不好 前處理我們就不做了 這樣比較快 好 首先我們要先把 總共有多少單字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怎麼抓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factor這個函數 factor這個函數是不是可以把類別數把它弄出來 factor和level的組合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 整個proceed note把它合併在一起 用unlist就會把它合併在一起 unlist合併完之後 你會知道 你就會看到 好這是所有的字 所有的單字 但是因為第一個 第一個是一個 是空白字元 第一個是空白字元 所以我要把第一個弄掉 這樣可以 好 那第一個弄掉就是-1嘛 -1就可以了 好所以總共 總共在這四千多個 四千多比病例裡面 總共有五千八百 八百七十個字 好當然啦 他比較少啦 這是因為我們只有四千多篇的原因啦 就是字的變化還沒有那麼多 好 那 這五千 八百七十個字出現在既有的病例中 我們可以把它整合成數值矩陣 好這樣就可以進行分析囉 好 怎麼進行數值矩陣主要就是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問 呃 這個我裡面的 我的 字 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出現在我的turn table裡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啊怎麼 好這個 這個 這個 TDM TDM的意思是 Term Document Matrix Term就是那個5000多個字嘛 對不對 Document就是我們總共有4537 35篇 然後這個 這個 Matrix就是矩陣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來做分析囉 這個我們可以拿到的那個 用那個 多層感知機之類的做嘛 對不對 可以可以接受 好 那多層感知機怎麼做 應該 蠻簡單的吧 好不好 那就練習一下啦 那我們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啦 就是 請你用前3000筆當 Training data 然後 第30000一筆到最後一筆 當作Test data 然後 然後把這個就是 把這個model做出來 然後做出來之後 看一下它的 準確度有多少 這是我們用磁帶模型的結果喔 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先做一下 好那我們反正就是 答案就是複製貼上就可以了啦 好答案就是複製貼上 我們現在就執行一下 看一下要執行多久 我們訓練20 我這邊只有訓練幾代喔 看一下 我這邊只有訓練30代 那很快就跑完啦 這個速度非常快啊 這是一個多層感知機 這個50 本來是 input是5000多維嘛 對不對 然後我把它壓成50維之後 直接變1維 然後logistic output logistic output就要配 cross entropy loss function 這個 很常識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最後看一下這個買model出來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它來predict我的testx 然後看一下啊怎麼怎麼還沒跑啊 原來有30 就是原來要run的30輪 好 然後我們最後 畫完之後我們是不是有這個機率值 機率值是不是可以拿來畫ROC curve 怎麼了喔 沒有 沒有開廣播 好我們來看一下 ROC curve 的結果這個預測出來這個predict y就是那個每一個值的機率 我看一下 1到10 這個就是 是不是什麼的機率 然後這個是 這是我們的這個 這是我們的這個 真實的 數值嘛對不對 我們會發現用這種方法 Train出來的model 它的Area under curve有 96.7% 96.7應該還蠻高的啦 對不對 因為癌症這個 太容易 很容易有關鍵字可以變成癌症 好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這個model還可以 好我在那個 上課的講義上面 出現了這個 Area under curve 96.8 好 所以這個方法 呃就是 雖然蠻古老的 但是還堪用嘛 對不對 好不過 對於一個稍微 複雜一點的任務的話 他可能就 沒有辦法做那麼好了 好不好 因為他畢竟跟 語言 就是 就是 看起來並不是那麼 跟語言那麼像嘛 對不對 不過這個 這個還是一個好方法 就是 讓你知道說 就是怎麼處理 好 那那個 我們 剛剛我們有兩個病例嘛 對不對 那剛剛那兩個病例 你可以直接拿來預測 好啊 不過 這個我就不做了 好不好 這個 這個就是你需要用到 剛剛那個 Rone to right 那個 那個函數 好 那 這裡我就 這裡我就不做了 那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這一串病例丟進 Rone to right 裡面這個函數 做前處理 前處理完之後 把這個東西 把它轉成我們的 TDM Array 轉TDM Array之後 直接就可以做Predict 然後之後就會來這個機率了 好 這樣 這樣大概沒有問題 好 那 池袋模型 呃 你們應該都熟悉了 那池袋模型有什麼問題 應該 很明顯的問題就是 字母順序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 Toydog 跟DogToy 這兩個字是不一樣的你知道嗎 你們看得出來 左邊右邊不一樣嗎 看得出來喔 不一樣在哪裡 哪一個是玩具 右邊 DogToy是玩具啊 好不好 像狗的娃娃 像狗的玩具 DogToy Toydog是一種狗啊 所以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有沒有可能保留文字順序 我們要怎麼保留文字順序啊 騙語 對吧 欸 字都已經有一萬種了 騙語有多少種 這個問題喔 其實中文也會遇到問題喔 中文 有很多字 其實並不是單獨一個字就有意義了嘛 對不對 其實 假如說蔡東章 我不能翻 我不能把它拆成 蔡 東跟章嘛 對不對 蔡東章這三個字是一起的啊 對不對 或者我們講蔡英文 對不對 蔡英文 如果把它拆開了 那不是蔡跟英文嗎 對不對 他們應該合在一起啦 這樣可以齁 所以文字的順序是有意義的 但是 我們似乎 不太能夠把它拆成片語 所以一個比較理想的方式 還是我們用之前 我們剛剛 今天一開始上課講的方法 其實我們應該要把整段文章當成一個大舉證對不對 好 不過你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 絕對不可能有足夠完成的字典做同一字的整合跟片語的收集 因為 所以每一個文章都會產生極長的向量 因為 一個字就可能 像剛剛有五千個字嘛 你為了描述一個字 總共就有五千多個 五千多個數字要描述他對不對 那一段文章那麼長 那是不是有很多個 很多個那個 就是 是不是 有很多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舉證就會非常非常的大 這樣可以 可以理解 好 所以說 而且還會遇到一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比較不容易想到的 就是 如果今天 我有一篇新的病例 他使用了 那五千個字 不在那五千個字裡面的單字 這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AI看不懂這個字是什麼 所以他 他並不會被coding到那五千個字裡面喔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是 這個就是 呃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 我們假設我們醫院的病例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SARS SARS這個 2003年爆發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明年他突然又爆發 那我們的歷史病例裡面都沒有啊 那我們的AI 是不是就也不會做 所以說這是一個大問題 也就是說 呃 上面這兩個問題是 呃 這個還只是 如果說 我們有足夠運算資源跟database 也許解決得了 最後一個是 即使你有database都解決不了 這樣懂 就是你有 足夠大的database 那沒有發生過就沒有發生過 這樣懂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那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第三次 我們 這邊我們剛剛用的是多層感之機耶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第三次人工智慧革命應該是 卷積神經網路吧 對不對 那我們 想要把卷積神經網路用到 這個 用到這個文字上面 這樣應該才會improve他嘛對不對 好所以要怎麼做勒 所以我們需要把文字描述轉換成圖片格式 這樣才能用卷積網路進行分類啦 好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怎麼轉呢 我們 首先剛剛講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個單字我要轉成向量 這件事情就是把文字轉向量 這件事情很難 對不對 我們 直覺想到那個方法不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壓縮啊 可不可以把它降微 應該可以吧對不對 我們不是有很多那種什麼 什麼PCA之類的有什麼技術嗎 對不對 這個降微不是很簡單的事嗎 好不過文字好像要降 好像要把它壓縮成像樣 好像不是那麼簡單啊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 壓縮只能壓縮 舉例來說以剛剛的TDM好了 就是 Turn document matrix 你要怎麼壓縮它 你要based on document 壓縮它嗎 好像 好像都 不是很理想對吧 這個這個可以理解喔 反正 文字並沒有什麼很好的向量化方法 這樣 文字要向量化 這個有一個重要的名詞叫 就是我想辦法把一個 任何一個單字 把它轉成一串數字 那這個數字 一定要 一定要 足夠少 這樣可以 好那 1980年代以前就有人有這個想法 如果我們今天 任何一個單字都可以轉換成舉來說 100為的向量 那這樣是不是就固定了 這100為的向量是不是就固定了 那以後我一個 我這邊100的話那以後我 有一句話講100個字 是不是就100乘100 這個運算資源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 對不對 好 但是你要把 文字轉向量 你可以亂轉嗎 不可以嗎 對不對 你向量 你把它壓到向量空間中 它就必須要有一些 特性嘛 相似的 相似的這個 字 它應該在向量空間中要有類似的向量 為什麼呢 不然的話它數值表 這兩個字數字在附近 這兩個字數字離得比較遠 如果沒有一些語意上的關係 那這個向量空間等於是亂數 亂數等於你沒有意義嘛 你這樣懂了吧 好 所以說 我們要這麼做 那最好 目前最好的做法 不能講最好 就最近 比較大突破是2013年的這個研究 這樣子 被引用次數這麼多 好 那這個 這個方法 被後來被叫一個名字 Wattu vector 就是 文字轉向量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 好不好 我們現在想一下它的idea 它idea怎麼把文字轉向量 它idea是說 如果 主要說如果這Kidney跟Renew 這兩個字都是跟腎臟有關嘛 對不對 這兩個字都跟腎臟有關嘛 那 他們如果字意相近的話 那他們是不是可以把一段話中間 把它換成另外一個字 就同一字就是有這個好處嘛 對不對 就是他們共享類似的上下文 共享類似的上下文 所以說 慢性腸病可以同時被稱呼 Chronic kidney disease 跟Chronic renal disease 所以如果我們 建構一個 模型 用上下文 預測中間的字 也就是用Chronic跟Kidney disease 預測中間我要填什麼進去 是不是也可以填Kidney也可以填Renew 這樣可以 所以 那 網路 你 讓網路去預測的時候 它當然會發現 它好像不管填Kidney或填Renew都可以 對不對 那所以它出來的機率是不是就一半一半 那出來的機率一半一半 那他們不就 他們 有一樣的input出來要一半一樣 那這樣子他們這裡的向量不就要差不多嗎 不然他們權重填起來怎麼會一樣呢 這樣懂意思了吧 所以 我們如果可以建造這個模型用上下文 預測中間的字 用上下文預測中間的字 那這個 權重向量 權重是不是就是可以當作我們的向量 就是把它轉成向量的方式 這樣懂了嗎 這邊喔 這邊如果聽得不是很懂喔 回家還好想一下 這個是一個很高超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想法很跳脫 跳脫喔 這樣子 這樣懂嗎 第一次接觸到會覺得很難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做個實驗啦 就是 我們用剛剛的這個discharge note 然後統一用前六個字預測後面 後一個字 這樣是不是就是 共享前 我沒有用後文啦 就是至少前 用前面預測後面嘛 對不對 他共享前面的字 這樣可以嗎 那怎麼做呢 剛剛那個不就一個多層感知機嗎 所以我們 我們先把它 我們就一樣再做個多層感知機喔 你看一下 好我一樣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data把它吃進來 然後把它 執行 執行完之後你會發現一件事 這個input就是前六個字 用前六個字預測後面那個字 output就是後面那個字 這樣可以喔 我們看一下他的格式 我們來看一下input dimension dimension 那output dimension output應該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串 就是下一個字啦 好 所以我們總共把所有的文章 拆解成總共14萬個 就是六個字對一個字的這個組合 這樣可以喔 我們現在來看input的第一個 好這就是 總共有哪些字 第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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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覺得這個看不懂的話 我們就可以 這樣把它還原 好他是用這些字 去預測 預測value 好你懂嗎 用1 這個缺寫性的 然後 預測hotvalue 這樣可以 就是我們 就是這樣簡單的預測喔 那這個東西當然出自第一個discharge note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篇好了 好就是用這個123456 預測這個字 這樣可以喔 這樣不會太難喔 就是層次如果看不懂沒有關係啦 但是邏輯這樣看 看得懂了吧 這樣input output怎麼產生的可以喔 好那我們接著來把這個input output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使用 那怎麼使用勒 就用多層感知機就可以了 好不好就用多層感知機 但是這個多層感知機 我們 再做一個這個 那個call 就是 Iterator 我這邊沒有用什麼很高超技巧 繼續往下貼 這個 Iterator你一定會做嘛對不對 好接著看一下我們的model 我們的model 特色是什麼 兩個fotty connected 中間是50對不對 中間50 好 你們發現了一件什麼事 沒有ILU對不對 沒有飛線性轉換 這是很重要的特徵喔 這是w2vector模型很重要的特徵喔 不要做飛線性轉換 他已經降微了 不需要再做飛線性轉換 這樣可以喔 好 你也可以試著做飛線性轉換 你會發現效果非常差這樣 off minor 好 我再把這個模型訓練一下 好 我再把這個模型訓練一下 好 需要一點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這個 這個 Iterator 出來的data 因為我們剛剛是第幾類嘛 對不對 但是你要把它轉成 可以用soft max的 是不是要轉成 很多0跟1 這樣可以喔 應該不會太難喔 好所以這樣我們才可以用w2vector model 好那我們來訓練一下 欸 我不應該從這裡開始 我應該從 我應該從 Iterator這裡開始 不然剛剛那一段還要再跑一次 好讓他開始跑 好那訓練完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train出來的結果 train出來的結果應該是在 w2vector model裡面的 這個 裡面的這個fc2 fc2 weight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喔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弄出來當作 w2vector matrix 這個矩陣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大小 是不是5874乘50 那 每一個 那這個5874乘50我們如果要找一下 cancel這個詞的向量在哪裡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把 去把這個 cancel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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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向量把它抓出來 就去看他在 Wordindex裡面的第幾個字 他在779 這樣可以喔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w2vector matrix 第700 779 這個就是cancel的向量 但我怎麼知道他訓練的好不好 就看cancel附近有什麼字嘛 這樣可以嗎 怎麼評估就是用餘嫌相似度 餘嫌值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 他怎麼算的 然後他的 他如果越接近1就是越像嘛對不對 好那我就把 所有字 跟他 做 跟cancel做這個 相似度 的比較然後看看 最 前面的6個字 是哪6個字 我們發現cancel Adenoma Lichin 那個 Adenocasinoma Large好像差得比較遠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前面幾個字都很像 我們要不要換字 我們換字來試試看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字想要換的 Kid 蛤 Kidney好不好 來 Reno也在附近對吧 厲害吧 所以 你看到他的威力了嗎 的確他把他換向量之後 這個 向量越接近 這個相似度就越高 他 至少出 他 他比較像 你說向量相似度還是字的相似度 向量相似度是用餘嫌值去評估嗎 那 字的相似度指說 他的意思比較接近啊 你 這樣大概懂意思嗎 他的意思蠻接近的嘛 好 還要不要再測試字 應該是不用了啦 好不好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就訓練出一個 這個 我們是不是就訓練出一個 那他用什麼東西訓練 我們剛剛用Distarge Note訓練對不對 他可不可以用Wikipedia訓練 也可以喔 他其實 他的Input很簡單啊 就是給我一堆文章 然後我用前六個字預測後面一個字 這樣可以吧 那我也可以用前面十二個字預測後面一個字 這樣 所以他 他是一個 有點像無監督的學習喔 他不需要Label 他幾乎沒有成本啊 這樣懂嗎 我可以用Wikipedia 我可不可以用Pubman的訓練 也可以嘛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呃 那 如果我想要 做病例分類 我用Pubman訓練 理論上是不是比Wikipedia更好 理論上啦 好不好 實際上你還是要做實驗才知道 好 那 所以說 這樣子你就知道 磁嵌入模型是怎麼樣訓練出來的 對不對 這個過程不會很難嘛 就是講了之後就覺得蠻簡單的 好 那 但是其實齁 就是因為畢竟這個東西比較小啦 所以我們自己寫程式其實跑得蠻慢的 那我們直接下載一個 就是 我們直接下載一個人家已經訓練好的好不好 這是 這個 這個就是人家已經訓練好的 然後我們可以下載下來 你要自己訓練也可以喔 像我就有自己訓練Pubman 啊懶得開了算了算了 反正就是 就是你下載下來就是一個大矩陣 這樣知道嗎 然後你只要知道他第一個字是什麼 第二個字是什麼 然後之後你只要去對那個 對那個向量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所以有了這個東西之後我們終於可以把 文章轉成圖像了 轉成矩陣 那轉矩陣我就可以用選機網路去處理啊 對不對 好 好 好 那我們先 我們先點擊這裡下載這裡我們可以拿到這個 Wiki這個 好那我先 我現在 我先把這個 我先把這個清空了 我這個 這個都不要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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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把文字變成向亮 對然後看相似度就這樣 這樣有沒有覺得還蠻簡單的 你現在覺得他 簡單到不能再簡單了是不是 看他搞很久 看他搞很久 然後 不過 他問題是他那個時候他也不是用mxnet 他其實弄了一個 R的其他套件這樣子 就是剛剛這裡 剛剛這裡有寫 就是 這個 Word Vector這個 這個套件可以直接拿來 就是在R裡面直接做訓練這樣子 不需要透過mxnet 可是你用 屁股小也知道嗎 你用mxnet是用gpu對吧 你覺得他有可能用gpu嗎 當然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速度上是有差的 還好就是 自由度也是差蠻多的啦 不過 就Word Vector基本上 大概就 就這負責性 這樣子 好 那 呃 那 你覺得他訓練的好不好 就是他相似度 他抓到的相似度有 你覺得有像嗎 有的會跑掉 但是 有些也還可以 對啊對啊對啊 但是就是 那個骨頭跟指甲的關係嘛 對不對 不過 原則上 還好吧 還算可以嘛 對不對 呃 但他還沒有去 那個model 就是他 如果他可以再微調一下 就是做得更好 那很有可能最後做出來會更好 這樣子 好 所以說這樣 你知道Word Vector怎麼做了吧 這樣可以齁 我跟你講 把 文字轉向量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多種做法 Word Vector只是先發表而已 然後 後面有一些方法可能 都講說比他更好 當然最常用的還是Word Vector 所以如果你哪天開很討論會聽到有人說他 轉成 呃 向量的方法不是用Word Vector 欸不要覺得很奇怪喔 好不好 但是但是原理就原理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 把他下載下來之後我們來我們先把他讀進來 這個在Lesson Lesson13 這個你把他讀進來之後 他長成像什麼樣子勒 好他就是 這是哪一個字 然後他的向量是多少 好這個舉證很好用嘛對不對 你把檔案下載下來之後你也會用對吧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先把他 轉成 Word Reference跟Word Index 好這個Word Word 這個Word 這個Word Reference 就是那個 哪一個字 這樣可以嗎然後這個Word Word Matrix 就是一個 就是那個 30幾萬乘50為的那個 就是舉證 這樣你就可以 用 文字對應數字然後把那個舉證拼起來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好 那我們接著就來把他 把我們的Distarge Note做相量化 怎麼做勒就先把我們的 Progress Note 裡面的 Process Note 裡面的 文字 的位置 文字把它轉成index 把它轉成第幾個字 這樣可以嗎 以這篇文章來講就是第 這個字是幾號 這個字幾號 這個字幾號 這樣就轉出來 對不對 轉出來以後 我再把他 當作那個 矩陣的index 把它放進來 這樣我是不是就會產生 我是不是就會產生 這個總共有301個字啊 所以我是不是就會產生50層301的矩陣 這樣可以齁 那 如果你把它畫成圖 大概就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下面這個啦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下面這張圖 這樣可以齁 那 他是不是變成一張圖了 中間灰色的地方是什麼 代表是空置園 這樣可以齁 就是因為畢竟我剛剛 我剛剛中間有很多空白 對不對 好 那 這是一張圖對吧 我可以用卷機繩機網路處理了吧 我用什麼卷機網路處理 我可以用 Resnet嗎 我可以用recisionnet嗎 你們覺得合適嗎 我們以前學的卷機網路架構是長怎麼樣 這樣子 是不是有很多三乘三的fighter 去掃描 你覺得他的fighter可以設計成三乘三嗎 為什麼我們 以前在做圖像的時候要設計成三乘三 其實我們並不是一開始用三乘三嘛 我們一開始其實有一些用11乘11啊 有些用7乘7 是一些paper 研究之後發現我們用33堆疊就好了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是用一個正方形的框到處找來找去 我們在 找圖像的 圖像裡面特定的東西在哪裡 對不對 鼻子在哪裡 對吧 還有點印象吧 可是 這個 文字圖 我們現在就叫他文字圖好了 這文字圖他 他 他可以左右移動可是他不太能上下移動吧 你懂我意思嗎我要找關鍵字可是關鍵字 他是什麼字 這整個東西 這一串像量都 都在描述他是什麼字啊 他不能分割啊 這樣有概念嗎 所以他的fighter不能夠 不能夠上下移動只能左右移動這樣可以 知道為什麼了嗎 他只能左右移動不能上下移動喔 那所以他的fighter size應該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要長50成N 他的fighter size一定要長成50成N喔 這樣可以了齁 可以接受齁 好 那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啦好不好 那文章長度不等的問題怎麼解決 就是我們以最長的為準然後剩下填擺 好不好就是跟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個方式一樣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 imagearray這個在 從哪裡開始啊 應該這個也不用了吧 好讓他跑一下吧 好這個已經 已經跑完了嗎 跑完了我們的dimension就是剛剛已經看過就是長這個樣子那我們繼續用 好那我們現在 把它改成training set跟testing set 這樣可以嗎 這個做法就 不是很難嗎前3000是training set後 後面的就是這個testing set 我把它貼在下面好 然後 我們現在就來直接做一個網路吧 好不好用選機網路喔那我們先做iterator 好做完iterator之後 這個我們 設計網路的時候你看一下我們怎麼訓練的喔 我們用的是50乘1的kernel這個只有任關鍵字這樣可以喔 只有任一個字一個字的關鍵字喔 50乘1的kernel Kernel size 然後我們的fighter的數目是50就是我們用50個 我們用50個fighter去篩啊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是我們的model的結構 接著 接著 obminerobminer這個就這個 這個就不用講了嘛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訓練了 好讓他訓練一下 我們看結果我們看一下結果好結果就是我現在已經有買model了嘛對不對 那我把買model拿來做預測 預測 預測完之後一樣做ROC curve 剛剛是968嘛對不對 欸 現在976了 欸果然 有用embedding 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雖然麻煩的 好像很麻煩的感覺 但是有一些改進嘛 對不對 那 還可以再怎麼改進呢就是把單字邊騙你 對不對好所以說單字怎麼變騙你勒 欸就是後面這個架構 後面這個架構第一個channel就是用這個1乘50的fighter去篩 接下來 2乘50 3乘50 4乘50 5乘50 好但是這個 乘號齁跟這裡的是相反的 這裡是50乘1嘛對不對 你就把這1桿2桿3桿4桿5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可是他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本來的結構 做完 找到關鍵字之後先做REDU 再做MAX Pulling 再做MAX Pulling 這樣可以 然後再做MAX Pulling之後把這個Pool拿去做Forty Tonetic 所以你應該到時候會做好幾個Pooling對不對 你會做很多個這是1嘛 那你還會做2還會做3還會做4還會做5嘛對不對 然後你把Pooling的東西 contact起來然後再丟個FC 這樣可以嗎 然後你中間如果要加Dropout也可以 我的Paper是有加Dropout 這樣可以 這個就是我之前那個Paper 好 那 給你們實驗 沒關係沒關係我先把那個 你們先做我先把那個就是 練習2的答案先貼過來 因為這個要跑 這個訓練完啦訓練完我們就來看Model的這個Performance 這個訓練完啦訓練完我們就來看Model的這個Performance 啊居然 反而下降了一點點 不過沒有差啦 好不好反正就是 這個 就是他差 這兩個差別不大 畢竟我們都用 我們反正用了新的技術就 就 不見得說 就一定 騙語不見得 比較有用嘛 因為癌症 對癌症來講他可能 Casinoma 或者Cancer 這種字太Specific了根本不需要騙語 但是如果是其他 疾病的話很有可能騙語就是需要的 這樣知道 好 那我們來最後 今天課程的最後 是 一個 比較簡單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在做 文字圖的時候 是 在外面先把他變文字圖 然後再把他丟到 MxNet裡面做嘛 對不對 在MxNet裡面可不可以自己做 Embedding 答案是可以的喔 好不好 我們 為什麼 就是 我們 我們只要儲存鎖影位置就好了 我們不用讓 讓MxNet在我的Model裡面自己做這個 處理 為什麼 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我們的 資料比較小 我們丟進裡面 我們每次在做每一個Bench做的時候再去 對對字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你當然會說 我 不是說在Iterator裡面做 Iterator那個 很直覺就寫出來 對不對 我講是在Model的結構裡面做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好一樣首先就是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東西讀進來 好把這些都刪掉 好全部在執行次 執行完之後 我們 先把他變成 在執行次 這邊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喔 在R裡面 Index的編號從1開始 對不對 在MxNet裡面從0開始 所以說我這裡 這裡要減1 這個是very important喔 不然他會對錯 這樣知道嗎 這個這個一定要減1喔 到時候回去 抄這段程式碼的時候 這一行是要特別注意的喔 以後自己寫的時候 不要忘記減1 所以他的 長度 雖然是這個 雖然是本來 本來算那麼多但是他要減1 這樣子 好等他跑完以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sequence Array 他的dimension 好他是494乘以 這個4537對吧 我們如果是第一個 第一個discharge note 他就是 這是第1035個字 第幾個字 0就是 0就是 第一個字 這樣可以嗎 第一個字我們是給他空白 就是到時候我們的對照表裡面 第一個字空白 所以他0就是對應到第一個字 這樣可以 好這樣 這樣看得懂喔 後面他後面應該留白的部分 這樣可以 好 那接著我們一樣把他 換成training跟testing training跟testing 換完以後 Iterator 注意喔我的Iterator 這裡我沒有對照喔 我這裡是不是沒有用對照 我沒有用對照喔 我沒有作弊喔 這樣可以喔 好那我這邊要怎麼做 來注意我們這邊有一個 新的這個 新的一層 叫Imbedding 那這個Imbedding 畢竟他是一個對照表嘛 所以我們鐵定是要給他 告訴他 他的那個是幾乘幾 這樣可以喔 我們這裡需要給他一些information 知道他知道是幾乘幾 下面都一樣了 Imbedding完之後 長相就跟 長相就跟 原來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喔 那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喔 就是 我們要 我們要 這個 你如果不是很熟 這個 這個 那個 這個的話 我們就要用那個 Invert shape 對不對 看一下他的 如果我們 Imbed 1 然後我們 Input data 等於 就來說是這個 494 然後Band size 假設 然後150 他出來的 Output shape 是 50 494 150 所以他是往前補的 這樣可以喔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 convolution就是前面是50 這樣可以喔 這樣知道這個層 這個層怎麼用的了齁 好 那知道這個層怎麼用了以後 這Invert shape在下面 Op minor的部分就沒什麼 沒什麼好 特別講的嘛 Op minor就跟之前一樣 好下一步就是 我要 我要產生新的 我們不能直接訓練了 因為我們現在把 Embedding的參數 先填進model裡 對吧 這跟我們 Pretrain好一個參數 在做transfer learning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先產生 新的 模型參數 產生完之後裡面有多少東西呢 是不是有AR 是不是裡面總共有那麼多東西 那Embed 1 Wait 這個是東西是不是就是我們要先填入預先填好的 欸 那你們有發現這件事情 其實我Embed 1也可以自己訓練 我其實也可以什麼都不填 就讓他自己訓練對吧 是可以的喔 只是 一般來講 這就好像你有做transfer learning 跟沒有做transfer learning 哪個比較準 有用外部的 語意向量 通常都會比直接訓練更好 好這裡就是我把 Embed 1 Wait把它填進來嘛 就把這個Word Matrix填進來 這樣可以齁 填進來以後 後面訓練就一模一樣囉 然後把這邊趕GPU 好 RUN 喔天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速度 更快 對吧 為什麼更快 因為我們 當然第一個是我們在GPU做啦 第二個是 你如果在外面處理然後再進來 這個在裡面處理比較快 這樣知道吧 因為畢竟在外面是CPU嘛 裡面是GPU嘛 對不對 所以盡可能能用的話 都用 這樣可以 這樣就跑出來 這樣可以齁 跑出來然後我們看一下結果 好 預測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 你訓練的時候把那個 Embedding把它fix住了 你可以fix 你是不是也可以trangeable 就把這個刪掉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就可以 做很多實驗去比較 看他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比較好這樣子 好 所以你要先把這個 Embedding的weight把它補進來 因為你fix的這個model不會有 好那你可以做predict 我們來做predict 好predict以後再比較 這個performance應該不會改變啦 因為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 怎麼那麼差 怎麼離譜啊 其實他沒有訓練好 他的loss怪怪的 Cross entropy不應該有這樣的loss 所以剛剛我們幹了什麼事啊 不然我們再做一次好了 我們是複製貼上的時候沒有複製好嗎 我們先確定一下 我們的核心啊 就是這個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不然我們再做一次 不然我們再做一次 下面下半部 怎麼會差那麼多啊 這個這個有降下來 我們用這個結果好了 好不好 剛剛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loss才正常嘛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一樣再畫一次rlc curve 那這個只是 速度變快而已 這個並沒有改變performance 這樣可以 974 好差不多 好這樣可以 今天課大概就上到這裡啦 那最後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就是 既然mxnet中 可以使用embedding 那就代表這個是可以被訓練的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一邊做一邊訓練 based on 原來的 這個磁向量矩陣 然後 再做trangeable 但是問題也很簡單 就是wiki有34萬個字 病例只有 5000多個單字 這樣不是只會改那5000嗎 不會改這34 剩下的都不會改 對吧 所以怎麼做勒 怎麼做就是 就是這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假設原病例中有H5N1 但是沒有H1N1 他改變H5N1的時候並不會改變H1N1的權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用一個投影的方式 這就是我最新的paper做的 不過我最新的paper沒有那麼rough啦 我做的比較精緻一點 好 也就是說 我可以先給他一個 N乘以50 他本來是這樣一個矩陣嘛對不對 我給他經過一個 networking network 那也變成N乘以50或甚至變成N乘以15 那這樣子 這裏的權重在改的時候 這裏不會改 對不對 那他是不是所有的 H5N1 H5N1在改的時候 他附近的字也會跟著一起改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 我先imbeding 再做convolution 那convolution的size 當然是50乘以1 這樣可以 好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新的 這樣子 這樣 這樣懂意思嗎 好那這個 這個回去可以自己實驗 換新model的話 performance 我們就直接試好了 不如就直接試好了 反正跑起來蠻快的嘛 對不對 理論上 performance要提升 因為這個 這個 好再做一次 反正蠻快的嘛 好那繼續喔 前面貼那個 貼那個結果 欸 可惡之entropy又爆了 為什麼 怪怪的 是不是太多東西沒有清 然後導致一些 問題這樣子 可是清了全部要重跑算了啦 懶得弄了 因為這樣前處理 要要重做嘛 對不對好 反正這個 這個就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啦 不會太難 好那 我們今天就 尖刻到這裡 今天的就是 今天的重點啦 就是 自然語言處理 這是語言相關的任務 那 你們覺得 圖比較難還是 語言比較難 不太能評估是不是 其實邏輯上 語言比較難啦 好不好 你 你有沒有 對你有沒有注意到 講了半天你發現 層次跳了好幾個 而且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還沒有解決 時代模型 當然很簡單啦 好不好 但是時代模型已經被我們淘汰了嘛 對不對我們現在用的不是時代模型 是 像 是把他變文字圖之後再做分析 但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目前 你應該已經知道我們目前是用這個 磁線路加卷移神經網路嘛 對不對 那他還有什麼問題勒 欸 他的結構還是在抓重要字以及騙語 其實並沒有對整個句子做語意的了解對吧 懂嗎 前後文 我同樣一個字 出現在這裡跟出現在那裡 意思可能會完全不一樣 怎麼決定他是什麼意思 看前後文嘛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把卷移 我要怎麼把 網路變成出 可以看前後文 那我Fighter不是要很大嗎 要疊很多層對不對 所以 顯然他還不是一個好方法 這樣懂嗎 用卷移神經網路來做 這個文字雲的這個分析 文字圖的分析還不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 我們在 自然語言處理的任務中我們會強調一件事情就是文字的順序是有意義的 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運用那個意義對吧 運用順序還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在下一種我們需要一種結構 在抓取特徵的同時 同時記錄出上下文的information 這種帶有記憶的結構我們現在捷克會講 所以我們現在捷克的 會介紹一種新的 類似convolution的東西但是有記憶能力 這樣知道嗎 好 他的名字叫 這個 LSTM 我們現在捷克會再進一步的介紹 好 所以這是 語言的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語言真的是非常難 我們現在已經講了很多了 結果你發現原來 原來還只是在講皮毛而已 裡面深度的東西還沒講到 好 另外 另外 就是 磁像量 就是不同的磁像量 像Wiki跟PubMed的你就可以互相比較 所以其實到時候你在 這個其實就有點像transfer learning 用不同的東西去transfer可能答案 這個結果會不太一樣 這個可以做實驗 啊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這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沒有啊沒有就下課喔 好 OK 好 OK 感谢观看